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陈宏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上个礼拜有一段 深圳演练的画面 操演的单位是大陆的武警 不过本人一时不察口误 讲真的是解放军 在此特别更正致歉 也请大家持续对我们的节目 支持 按赞 分享 订阅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下个礼拜有机会 我们可以举办一个 破十万人次订阅的特别企划 至于内容呢 让我们这座人伤伤脑筋 而这个礼拜我们看到川普说 大批的军警 集结在香港的边境压境 他想要跟习近平见面 来聊一聊香港的人道问题 大家有个问号 什么时候川普开始 这么关心人权了呢 另外美洲贸易战的这节骨眼 川普还批准了 规模最大的对台湾的军售案 有人说川普是专门在 往北京的痛处打 但后来真正会痛的是谁呢 美国退出的中程导弹条约 开始积极地想要在亚洲地区 部署飞弹基地 看来目前为止处处碰壁 为什么盟国都不买单呢 为您要请到今天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国际情职专家 赖月谦 赖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民政党立委 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时日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大标题 不顾北京的反对 华盛顿日报说 80亿美元对于台湾的F16V 战机军售案 已经专谱批准了 就等国会通过 其实国会通过的几率是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会通过的 我们来请教三位来宾 因为这个算是 老布希以来 25年以来 对台最大的一笔军售案件 66架的F16V 这占到机价值80亿美金 台币2500亿 这个案子 三位听到川普批了 我们先用一个字 写下你心中的一个反应好吗 会很惊讶吗 有人说这也是预料之中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老大先写完 因为你的笔画最简单 你写了一个问号 你就先讲吧 为什么问号 第一个 美国对台卖武器 这几十年来 其实就写上 那都有一句话了 到手再看 你说美国 这个武器到了台湾手上再说 到手再谈 然后验收再说 第一个 他现在提这个 这个他在上市 这个卖战车的时候 就已经后面就是这一步 所以这一步来 第一个他讲了 他现在是国会要通过 那国会通过了以后 他现在就是说 他给台湾 他有一个合法性 对川普政府有个合法性 但是 他会不会交货 这是我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 交的货是不是就如你所讲的 他所有该有的东西都有 这个第二个问号 第三个 中共这个时候 他会没有反应吗 那他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什么相对的效应 是不是在这中途 台湾又被出卖 这又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一直打的问号 等下中国反应 我们也会有个截图 他们外交部的一个说法 我以为你写的是 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字 哈哈哈 这可以简化成一个中嘛 中啊 就是中 中了自己大家的一个说法 中中中 这是没有什么意外 不因为 美国已经写了很多次 那个中国军力报告 那基本上都认为两岸的空优 在失衡当中 尤其是歼20出台之后 那 歼20现在量是不大啦 可是说 歼10因为大概有400架以上嘛 嗯 那他就认为台湾 因为台湾F16大部分是AB型的 所以 确实需要升级啦 你觉得为什么这是美国的国会 不会有什么阻力 不因为这个 应该是说川普最后会不会批啦 因为他行政部门送到国会 那 应该就是行政部门在评估嘛 说这个时间点适不适合 那如果他送到国会 我认为国会不会挡 不会挡下来 那倒是说国会通过之后 才送到总统那边啦 那川普要不要再权衡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点有点怪 对 时间点非常怪 因为9月1号 9月2号要不要贸易谈判 对对对对对 那 我在想他是不是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他有香港 所以他就觉得反正现在就是大乱嘛 那我就趁乱就推了 香港 台湾 好像川普都拿来 就趁乱 趁乱这个时间对于北京 弄点压力 我们等一下好好讨论这一块 不过老师你看你写的是定 必定会发生 必然的 必然的 那必然的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原来的程序已经走完了 就是其他部会包括财政部 包括了其他的部都已经评估完了 评估完了以后 最后是要由国务卿来去批准嘛 因为那是最后一个关卡 批准以后就送到国会 那国会在很早以前 他们的国会的两党的这个召集人 就外交事务的委员会召集人 就已经说他们会批准 然后他们在指责这个国务卿 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说为什么你不批准 因为你最后的是国务院批准了以后 再送到国会 所以国会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立场表明了 就我一定会批 我一定会批 然后接着再送到川普那边 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川普是把这个当作一个牌在打嘛 他把当作一个牌在打 他就必然会发生 那我想请教老师的 如果是一个必然的话 这也不意外 但是比较意外的是台湾 国防部还特别做了一个税帖 就是要告诉美国的国会 我们真的要买 因为包括了这共机绕台的三个路径 都写的清净楚楚 这是第一次对于国防部正式的报告 讲的共机绕台的一些路径 当中有一段文字我特别注意到 他说台湾全都是攻击的正面 现在已经台湾没有后山这个事情了 是的 这个台湾东漫部基本上也没有掩体了 是的 对于这个大陆的攻击领域来讲 它这样子概念是这样子了 因为这个F16V跟F16AB不太一样的地方 F16AB它是属于防御性的战机 防御性的战机就有空对空的作战能力 但是F16V的话 它是有空对海的作战能力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作战半径比较长 例如说可以到680公里 有人估计可能延伸以后还可以到1000公里 所以它的作战半径就往外拉了 往外拉的话 你的船机要靠近台湾的1000公里内的话 那这个就会有受到威胁了 那满了66架 等于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的空军连队 刚好是一个连队 因为一个连队的 这样的话会有空优吗 没有办法有空优 没有空优 没有办法有空优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的航母战斗群 假设它要到我们的东海岸 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只有一个航母 我们一直强调它一定是航母战斗群 所以它的中华神盾也会跟得出来 那一般来讲航母不会靠近你的2000公里之内 因为2000公里之内的话 它们的危险性比较高 所以它会贴 那它会计算你的作战能力 例如说你的雄风 我们的雄风是地对地 或是海对地 或是海对海 所以它会计算你的雄风的作战能力 例如说你是可以达到1500 还是可以达到2000 如果你只能达到2000的话 或是只能达到1500 它就会在1500之外 因为你的战 然后接着会计算你的战机的延伸性的 例如说我再给你挂邮箱 你还能够飞到哪里 然后能够在制空时间待多久 那他们这个一定会这样计算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个是主航母 然后它旁边的中华神盾会过来 会在旁边护卫的时候 通常你战斗机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用它的这个神盾舰 就是我们讲的导弹驱逐舰 或是防空的 就把你飞机打掉 因为空军只要让你接近了以后 船舰就危险了 那这个F-16V 它本身的这个试距 它是比较远的 然后它的作战 它的作战半计是40 50公里 是可以设核不理的 可是它同时可以锁定很多目标 打完它就跑了 所以这种对于船舰来讲 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就有危险力 台湾的东部 坦白说国王部这样的一个分析 是不太站得住脚的 因为东部那边的危险力并不大 但是台湾海峡就有180公里 所以你的船叫一靠近来的时候 一定是遇过中线就只要90公里 这个一定是在F-16V的雷达的造射范围之内了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对中国大陆来讲一定会用暗机的防导防空系统 或是用海机的防空系统 要把我们的战机打掉 通常的打法是 我假设我们两边要起冲突了 我通常都是第一时间把你的地面部队 或是地面的防空部队 或是地面的空军的连队先炸 因为我不会随便就把我的船就派出来 是 那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国防部的这个只是一个碎铁 是因为台湾的防卫里面 你招收到好几波 它不是就一波两波 我们这边讲说一波攻击两波攻击 我们还有反击其实没有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有导弹的生产制造能力 所以它是好几波好几波好几波的攻击 这样子 老实讲说这是一个必定的了 那大陆强烈的反弹也是必定的嘛 对一定会的 我们来看外交部大陆的外交部说 劝美国这个必须要立刻停止 否则的话中方会做出强烈的回应 所有的后果由美方承担 蔡政府做了评估吗 什么强烈的回应 这个必然大陆会有这种回应 可是我们不买 就风险太高了嘛 事实上刚刚赖教授 还没有讲其他的一种其他状况 比如说他如果用长炮来射击 这也是一攻击方式 那他战机也可以密集的 从大陆基地飞过来 因为实在太近了 所以他组合权太多了 所以你如果连对他的海上的这个载具 就是船舰啦 你连打击能力都没有 那台湾真的是暴露在一个很大的风险之中 那事实上我们学 国际政治都知道啦 当双方太悬殊 那战争反而会发生 是 因为他觉得成本太低嘛 所以这个就有点是拉高了 双方对战的成本 那当然大陆会跳脚嘛 虽然跳脚 但是这是一个避战的方式 这没有办法 对台湾来讲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我觉得以中国大陆的反应 它其实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它的售价太贵了 80亿美元买66亿加 等于是一价1亿多美元 这非常的昂贵 这个我补充一下 所以有一个传说啦 这个当然后续要证明啦 就是说美国F16 可能他要把生产线挪出来 他又不做啦 那有一说是说 可能要把F16的生产线移到台湾 那这样子大陆更跳脚了 整个生产线在台湾的话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又就自己雇了吧 自己雇了 因为事实上他是两个 Pakkin同时卖 一个是卖给巴黎嘛 一个是卖给台湾嘛 那巴黎他已经交部分的战机了 那听说后续有一些可能在台湾制造 但是我觉得大陆的反制 因为牵涉到经济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们跟大陆的贸易额 是2200亿美元 那我们台湾一整年的GDP 也不过就是6000多亿美元 所以中国大陆在我们台湾 已经37% 其实如果中国大陆他要 他要开始制裁台湾的话 其实他还是会从ECFA下手 如果是经济啦 对 如果我是大陆的话 我就会从ECFA下手 也就是说 我看他们现在是先 正对于美邦嘛 美邦承担的部分 那后果也 对 我觉得他会从这个 因为你刚刚自己先提到 这十几点你自己看不太懂 对 9月份美中要谈判 刘霍还去不去呢 这个十几点 这算揭骨眼吧 转回家一座 我的感觉喔 川普把那个 一半的货物嘛 超过一半的货物 延到12月15号嘛 对不对 那坦白讲他自己解释说 是为了圣诞节销售嘛 是 那那里面事上都占 都是比较重要的啦 比如说手机啊 笔电啊之类的啊 那他大概就预期 9月谈不出什么了嘛 不然你自己提这个干什么 你不是等于自己退吗 所以他心里面也没打算 9月份上真的 我认为初步来了 所以那这个时间点 提这个 军售对台批准的部分 这个批准的部分 因为这个今年一定会发生啦 而且我们坦白 我们就台湾的流程来看 我们9月要开议嘛 那要省预算 所以他这个过了 那国防部就可以送预算过来了 因为我们要有特别条例 跟特别预算 那就有可能在这个会期就立刻做处理 那也许 美国也评估到 我们台湾立法院明年会有重大变化 那那个会构成变数嘛 那现在送 那民进党还有三分之二啊 所以一定会过啊 所以按照现在 包括了台湾政治局势的一个演变 对我觉得都有包括 所以把那参名先抓住 这些年要破 所以也不是在时间点上 特别挑这时间去要刺激北京 来老大你怎么看 那个 第一个就是他先是法律准备好了 然后让台湾预算过 钱也准备好了 但是是不是会交后 我是还是有还是有问号了 这中间中间会怎么样 即便合约切了 不是 批货给你啊 就下来啊 这个还是有一点问题啊 对不对 你中共主党还是会那个 但是没有错啦 就是说 这个军事抗衡呢 主要台湾也要有一点基本的自己的 也要有一点基本的力量嘛 那川普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决定呢 我觉得说他也是 他要跟他是就是想跟大陆谈 他要多点筹码嘛 所以好不容易香港又送他一个筹码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武器这个又送个筹码 他到时候是在谈的时候 中间是怎么交什么那个 这个是可以那个的嘛 大陆会生计也是他预料中嘛 对不对 但是他能不能那么顺利的这样去做 他最后还是考虑他的利益了 考虑美国的利益 考虑美国的利益 正在向香港的边境部署军队 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冷静跟安全 那我是非常希望能够跟习近平 能够见个面 来聊一下香港问题 应该尽快地用人道方式来做解决 对这一点 老师你来评估这个 包括了香港反送中 包括了台湾的军售 都算是北京非常care的一个问题嘛 是的 那川普特别挑 你哪边痛往哪里打 我觉得像川普面临一个 他欺负难下的一个窘境 也就是说之前有一个阿根廷的一个 那个G20的会谈 那习近平跟他谈了 定了一个两国解决这个贸易的一个大方向 那彼此之前已经打成一个默契了 那就朝那个大方向走 结果川普自己本身又失焰而肥 那失焰而肥了以后 本来看起来是习近平没有打算要去大阪 所以那时候传出可能是王岐山 或是李克强去 结果这个川普就急了 所以不断的又示好 说希望那个习近平能去 又写信又打电话 然后做了一堆动作 后来习近平又去才去 六月去了以后到大阪 两个人又谈了 谈完了以后就说有一个好的方向 那好的方向那就重启会谈 那就七月重启来了 七月重启了以后 结果谈完了以后 本来选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估计不会有结果 那只是一个彼此之间 恢复谈判的第一步骤而已 结果谈完了以后一回去 第二天8月1号川普就给人家说 我9月1号开始 我对你3000亿 十四关税 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那不要谈了嘛 那就不要谈了 所以9月就没有打算要 本来是8月要去嘛 那这8月9月就不用谈了 摆明的态度就是 那就七定神写随便你嘛 你要来我们就来干嘛 那也不谈 不谈以后你看川普急了 一下子就川普就说 哎呀我们可能会谈不成啊 但是如果有好协议我们会谈成 那个财政部部长也就开始讲话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谈啊 我们可能不谈啊 然后就讲了半天 可是北京就是随便你啊 所以老师包括了反送中 川普讲这些话 甚至包括对台湾的军售 都想要看看测试一下北京 有什么反应的一个做法吗 希望说我用这个当筹码 然后逼着你中国大陆来谈 那中国大陆现在态度就是说 我已经没有打算跟你谈 因为你已经没有诚信了嘛 嗯 那对川普来讲他着急是因为他的股票连跌 连跌两个礼拜耶 几乎是这样子耶 股票加选票了 股票选票再加上联准会已经开始觉得有点问题了 而且我听说白宫那个经济部门 Navarro Navarro 直接跟川普讲说你这样会伤到自己 嗯对 然后已经开始所有的连鹰派都觉得不对了 嗯 因为连他的债权的汇率都转变了 那就等于是美国的经济衰败的增后已经出现了 而且本来增后你说增后一算了 增后二 增后三越来越确定了以后 嗯 美国的这个投资者的信心一旦崩解的话 那不要写了 好 现在老师一讲的越来越清楚了 委员 所以川普这几点 人家说你真的关心人道问题吗 因为他登家之后 川普有关心过人权人道问题吗 这好像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 没有发现过 有啦有一次他发巡弋飞弹去打叙利亚那一次 他好像是 女儿告诉他那个地方要关注一下 但重点是 川普对于人道人权 其实放在心中的背后 真的是就是美国利益 那现在美国利益 刚老师一解说就是 这段时间的美国股票 他自己的选票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川普在香港问题算是白脸 嗯 你去看希莎蕊的声明 他就直接讲说美国要站在民主这边 嗯 还有纽约时报的社论 他就直接批评川普讲的不够明确 嗯 他事实上就是说 我相信你 大家要冷静 嗯 要安全 他希望做人道处理 他就只有讲到这里而已 前一段他的发言是说 这个应该要由中国跟港府来处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川普在香港的发言 应该在美国算是白脸 国务员跟国会比他鹰派多啦 那在野的像希莎蕊也比他鹰派啊 嗯 那纽约时报更不用讲 嗯 那他公布这个也不是什么情报啦 因为央视自己都播出来了 那个武警的调动啊 嗯 那甚至连树木也稍微出来了 大概有1万人左右 嗯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情报啦 但他只是觉得香港的金融不能乱 嗯 因为 如果香港金融乱间接也会伤到 美股啊 美股啊 当然是啊美股啊 英国也会 所以等于是英美跟港股是高度联动 所以川普心中最担忧的还是 金融秩序啦 选钱 不能够在美国出现太大的一个层面的一个 香港如果金融秩序乱掉 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没人知道 所以老大你看这个事情 川普讲这番话 有人说更落实了北京 说美方介入这个事情 会不会落实了别人控制 首先我觉得这个川普讲这个 美国情报单位 我觉得这个情报单位是不及格的 第一个为什么 他对中共不够了解 中共他做事很懂法律的 第一个一国两制 他是不会去香港的 但是呢根据特别法 香港政府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了 才会请祖国过来 那么过来呢 他绝对不会派军队 他只会派警察跟武警 因为警察武警表示这是我内政问题 派军队这就不是内政问题 这就国际问题嘛 所以怎么可能军队过去嘛 所以在外面传了很多 甚至那个昨天我还收到 这个战车已经开到金钟道 战车要开过去怎么会 香港金钟道嘛 香港的路怎么会这样 但是呢 所以他根本不 他故意了 一个夸大 一方面也是警告这个学生 不要乱的过头 人家军队要过来了 一方面也是跟中国大陆 好像你要那个 这个时候还被表他重要性嘛 他难得 他多寂寞啊 希望注意他重要 注意美国都重要 他选举有帮助嘛 所以我跟你讲他就这样 我写个打热诗说他 我在想说今天老大打热诗怎么还没出现 香港越来越混乱 如何解决才妥善 全球都在等着看 所以这是全球注目焦点啊 川普当然想客串嘛 他当然想客串 想客串 能够在这个地方有点有点发挥嘛 对不对 他讲这个两面 两面讨好嘛 对不对 就表示他的重要性嘛 当然这个大陆已经讲过了 这个事情不希望外力干涉了 不过美国的动作有很多 不只是包括了台湾跟香港的问题 他最近也积极的派他们的国防部长 去了日本 韩国 澳洲 做什么事呢 我们看是否要部署飞弹 吉利马上回来 川普看起来想要挑动北京的神经 除了把台湾跟香港问题挑出来讲之外 还最近有个非常积极的动作 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擒跑亚洲 这个有点渊源 跟大家来做个背景说明 美国之前退出的中岛条约 那表面的说法是因为 俄国你先违反了规定 所以我美方你就要退出 当时川普还讲一句话 说因为这个条约当中 中国大陆也没加入 应该一起来谈 那中方 当然中方的意思就是 这个是你们当年 这个戈巴契夫跟雷根之间谈的事情 我们中方本来没有就没有在这个条约当中 你怎么会这个时间要我加入呢 所以中方也没有做回应 不过我们来看 现在美国国防部长的一些举动 是否可以透露出 其实美方当初退出这个条约 针对的目标 表面上讲的是因为俄国 但其实背后针对的是中国大陆呢 因为美国防部长最近 跑的地点包括了有 韩国 日本 澳洲 积极在下谈说 是否在亚洲地区 亚太地区 来部署中程的常规导弹 那如果在这地方部署的话 你看就不会应该是 针对俄国了吧 所以司马昭之心 这从头到尾 其实就是针对大陆 老大你怎么看 首先我很负责地讲 美国没有现在在服役 堪于使用的中枕导弹 当时其实在 他要有 至少要部署 至少要四五年的时间 但是他现在希望呢 不要忘了 他想部署韩国 韩国不答应 他想到菲律宾 菲律宾不答应 所以台湾你这个是要答应的 你是找麻烦 这导弹功能怎么样 你台湾你今天有导弹 他打你是不是打你台湾 你台湾服役多大 你的导弹打大陆 你能打多几个 大陆服役那么大 所以你跟他去啊 根本就是台湾当炮灰 所以我说不要把这个事情看的那个 而且他这个还有这个四五年的那个 那中共的这个中程导弹 是都已经 都是已经上架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情形下 台湾真的要慎重 你要拉美国可以 你有你可以拉美国 但是你有时候要考虑 是对台湾有没有帮助 美国国防部长这段时间的 对 我是说如果说这个时候他要搞到这个 他没想到我们台湾绝对要拒绝 你的台湾不划算 你谈小啊 他一啪了一打的话 台湾太敏感了啦 中共不会 就什么东西不会先过来了 第一个致电权把你打贪了 第二个把你打烂了 然后才会过来了 的确刚才要呼应一下委员讲 目前没有传台湾这个事情了 但是美国国防部长这样的一个举说 跑了这几个地方要在这几个国家去找他的盟国来做部署 没有人愿 因为这是个倒霉爱打的东西嘛 所以他背后其实当时退导弹协约 就是其实他心中的假想你不是俄国吗 是中国大陆吗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他对是对中国大陆没有错 是 那我看这几个国家的一个相互的一些回应啊 刚刚老大已经说了 当中只有日本 其实没有完全的拒绝 还是维持一个暧昧的距离关系 但其他包括韩国包括澳洲包括菲律宾基本上是没有买单的 没有说要赞成说 美国你就来我这边部署忠诚的常规导弹 那为什么盟国对于美方的价格举措是不买单的呢 委员 不老大讲的很对啊 就你可能会被打嘛 其实美国就乖乖放在关岛就好了嘛 到最后没地方放就可以放关岛啊 对不对 是 那个你要放多少没有人会管你嘛 对 不过就是确实啦 就是说 那个因为中国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防战略嘛 那中国当然要就他的武器的配比 看他要发展什么样的武器 比较能够防守自己嘛 所以中程导弹变成中国发展的最好 因为美国可能他有非常多的武器嘛 所以他不会说特别着重这样的武器 那中国因为他是防御性的 他要守比如说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那只要避免人家进入我的第一岛链之类的 所以中程刚好对他最合用 那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呢 发现好像他的航母有可能会被 大陆的中程导弹打到 那这个他才开始发现有问题啦 因为如果说密集式的打 那造成你的航母不能进第一岛链 那问题就很大啦 所以他当然就要有反制的武器啦 那他想来想去就只有中程导弹可以用啊 是 所以他当然就要解禁嘛 不过如果从美国国防部长跑这亚太地区一趟发现 每个国家当然他们自己原因就是你在我这边做机力 当然我又被打了风险嘛 我拒绝 但是看到自己的盟邦这样的一个回应 他心里会不会受错 因为萨德那个经验就在前面啦 你看韩国承受的代价是什么 那大家都看到啦 那美国能够保证这个吗 说你的损失都我来赔 这个没有办法啦 但这个实际点蛮妙的 因为接着呢 传出中科院成立的一个晴天计划是 要启动云峰中程飞弹10套机动系统 跟20枚战备弹的一个量产 这个就让人觉得时间怎么那么巧合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虽然说美方要部组中程常规导弹 并没有来台湾媒体爆出来 说要来我们这边设飞弹基地 但是中科院刚好这时间就讲说 我们也成立一个计划是 我们要开始量产我们的重程飞弹 这个是政治的意涵比较大 因为云峰飞弹在2014年的时候 已经成熟了 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量产 那量产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了 到2014年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完成了以后我要量产 所以量产的时候 就是要另外一个计划室叫晴天计划室 那就2014年的时候 马英九在任内的时候就成立了 就是要打算要成立晴天计划室 可是美国不准台湾成立 因为中程弹道导弹飞弹 如果你装常规弹头 坦白说那个威责力量不大 除非在核弹头 除非在核弹头 因为今天为什么中程弹道导弹飞弹 它会产生那么大的力量 是因为它是装核弹头 或是装战术核弹头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打航母 我可以用常规弹头 可是如果是两军相战 我打你的这个军事基地 或是打你的城市 这个常规弹头对你的城市 就战略的价值没那么高 它的战略价值是建立在核弹头上 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当时马政府的时候 美方不同意 美方不同意 也就是说现在美方开绿灯喔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你就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对蔡英文来讲 她为什么要高调的来进行 那也就是说美方在政治上 支持蔡英文 也就是说她的态度里面 她挺蔡英文 而不挺马英九 这个态度就明白 原因很简单 美国人控制两个东西 是她没办法做的 一个就是陀螺仪 也就是说 这个中程弹道导弹飞弹的时候 它的这个最后的 它的飞行的姿态 跟它的目标的搜寻 它是靠着那个陀螺仪来的 就是靠着那个 因为陀螺仪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 然后飞弹里面是透过它 在寻标 那这个部分里面 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所以你能生产几发 美国人清清楚楚 台湾没有这个能力制造 第二个就是GPS的定位系统 那这两个东西 都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因为台湾没有GPS的能力 所以美国只要说 我今天不给你的时候 我把讯号减弱 那你的目标就找不到了 那等于是说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 来寻找亚洲的盟国 去做这些飞弹基地的架设 没有找台湾 但是台湾的技术 它开绿灯 等于是让你帮它做 对 那这样的 我为什么会说 这是一个政治讯号 而且这个政治讯号 蔡英文在这个时候 在玩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就把我们的安全 就拉到更比较危险的态度了 为什么 美国开绿灯 就是给你用嘛 那以往我们讲说 不管韩国 日本 其实日本也拒绝了 不管韩国 日本 澳洲 他们为什么第一时间 马上就表示拒绝 是因为当他一旦通过以后 他说我愿意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针对 不是你澳洲来威胁我 是你澳洲帮美国人来威胁我 而我威胁不到美国 我只能用洲际弹道导弹飞弹 来威胁你美国的时候 那要不我也在你美国周边 装中程弹道导弹飞弹 那装的方法有两种 我们不讲说三位一体 我们讲说陆基的 中程弹道导弹的飞弹 要不就我在你美国的古巴 要不就在委内瑞拉 在这个地方装 要不就是我按照浮动的 我们叫做浮动的陆基的发动平台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做了很久的测试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推到你公海这个地方 但是在你美国在一两千公里的范围内 我就直接打你嘛 那我在公海嘛 那就陆基的这种也可能会发生 可是这个已经还要十年之后的事情 不是现在 好 那以现在来说的话 你澳洲你同意我就打你澳洲 也就是我的核弹头就对准你澳洲 你韩国我就对准你韩国 可是当你台湾 你自己本身要发展 中程弹道导弹飞弹的时候 常规弹头没有违则利 而有核弹头有违则利 中国大陆一定会去思考 你为什么要同意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你做这个事那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暗中 有没有可能去弄美国的核弹头 那这样的情形下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那台湾就是他要考虑的对象 那考虑这一招那就是最后一招 那当然是军事 可是在这个军事之前 我就要开始对你很多的动作要出来了 所以你看不管是47个城市的 这个自由行的限制 暂停的问题 不管是团克减八成的问题 接着我就为什么会强到ECFA 就是说我斩断你的经济 那这个时候台湾一旦经济崩解了以后 你根本没有财政能力嘛 那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你蔡英文如果玩这个东西 玩到一个悬崖点上的话 那这已经是台湾人民的安全的问题 不可以这样玩正式的 我想提到一下委员 因为蔡政府上任之后呢 国防自主一直是不断强调的 如果你刚刚提到的F16V 未来真的美国这个生产线 它不做了 由台湾来做 生产线来到台湾 真的是对于整个台湾的国防工业会提升嘛 这个中程导弹的关键技术 也给了台湾 那对于台湾来讲 是不是已经提高了一个 把自己国防腾到一个水准 是相对安全 还是像老师刚刚讲的 相对危险 我觉得要补充一下赖老师的意见 2014马政府也准备了嘛 那美国那时候不准 我觉得倒不是说对马政府比较不好 而是2014跟2019中国大陆的军力真的不一样 因为中国这五年真的发展的太快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实际状况 那实际状况就是说 他认为台湾一定要提升嘛 说F16V 你认为马19那个时代没有要求更好的战机吗 也有啊 可是他为什么那时候不卖你最好的战机 主要是大大环境不一样了啦 我倒不认为说 在军事上 他有特别偏袋民进党我不认为啦 那只是说 如果中程飞弹要从美国直接运过来卖你 那就太敏感了吧 我们台湾本来就一直在研发嘛 那没有错啦 可能关键领主舰你还是要借助美国 那可是台湾本来就有中程飞弹在研发 本来就有 那只是说量不多啦 那可是赖教授刚刚讲到一个要害啦 说这个会不会扯到核弹头 然后这个吓死人啦 因为主要是美国在以前在冷战时期 因为我都没有听说过啦 没有 而且台湾 不是因为美国在台南基地有装过核弹头了 那很久了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是在于说 为什么 因为中程弹道导弹飞弹很贵的 它很贵的 你装常规弹头的话 你坦白说 它对于战略城市的攻击力并不大啦 但是它对于军事要赛 例如说我这个空军基地 它就有威择力嘛 那这个中国大陆讲 是我今天我这个地方部署的是我的主力战机 结果你这个中程弹道导弹飞弹可以达到我 那达到我要拦截的系统就 我的成本就挣扎很大了嘛 因为你一发射我就要开始拦 一 二 三 这样拦的话 那成本太高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认为说你又摧毁不了我 但是你增加我的损伤 那我你又来帮美国人 那我当然我干你 我就我的下手就要够狠 我们来看对岸对于大陆 最近一连串的施压一些动作 当中两点给大家特别看一下 军事跟台美之间 在军事的部分呢 国防白皮书说 反分裂斗争的情况是更加严峻了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看到很多 东南海的沿岸的一些军业 在台美的部分呢 中方要抗议台美的军售 扬言制裁台美军售的 相关的美国的企业 我当中有一点特别问向老大 因为有一些谣传的说法 这未经证实了 就是两岸局势现在因为 包括了可能台美之间 更多军事的合作 让风险运速升高 当中这一个限制自由客 来到台湾 或者是团客的人数缩减 有某种程度 可能是因为 接下来武统的几率会升高 所以先避免台湾有太多的大陆人 到时候可能如果真的是发生一些状况的话 台湾大陆人很多 反而变成一个牵制 所以就限缩 这个东西是 有这样的说法你有听说过吗 这种说法是有听说过 但第一个我们必须确定就是说 大陆人民主张武统的比例越来越高 尤其这是香港的事情 传说台湾在后面那个 他们几乎都是觉得是要那个了 当然这是他们一般 他的决策者会比较冷静 会比较理智了 所以现在对台湾来讲 你说这个自由行限制 其实他一限制 团客就跟着就会自动限制了 然后你现在讲说 那个金马奖这些都不来 他后面可能很多团体 现在很多团体本来原定的会议的话 当然现在可能那个主办单位都改名字了 都改成比较不那个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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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敏感的名字 不不敏感的名字 所以他这个时候是 他是大陆就台湾就要搞清楚 就是国际情势要搞清楚 两岸局势要搞清楚 我们台湾有时候就太天真的 很多这种这种无知当有趣 尤其一些民主在那边讲的 好像都被这个 你真的没有看过炮弹 你看过一场战争 你才知道什么叫可怕 所以台湾必须要搞清楚 不要把大陆 你现在有个问题在 习近平如果到了一个程度 你台湾注重民调 注重民意 大陆要考虑民气啊 这个民气是觉得该对台湾无讨的时候 你习近平如果再给他感觉软说 那你就不要干了 所以不只是大陆民众一个问号 包括大陆媒体呢 也在讨论这个事情蛮多的 因为有记者就去问了大陆一些学者 那学者的说法 媒体是这样问的就是 之前蔡英文上任的时候呢 对外的说法就是 要等待蔡英文 完成那个还没有完成的答案卷 那现在媒体记者就在想 已经三年了 那最近看到一连串 台湾这边 看到蔡英文一直不断在推动 国家正常化的方向走嘛 那是怎么看 那答案卷是不是要收回来了 很多学者认为说 现在 因为蔡英文的一些举动 包括 或者经济上面的托中 文化上面的去中国化等等 逼着大陆方面 可能要把这答案卷 作答时间收回来 我问你怎么看 我认为 从现在到明年520 大概 没有答卷的机会了 没有答卷的机会 就是强硬啦 就是强硬 这非常非常清楚 那520当然就是说 如果蔡英文又连任 那他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就这言说 就是这样 等待我问你就这言说 我觉得这个蛮清楚的 蛮清楚的 那至于他会不会把 已经签除了23项协议 做某些缩减啊 你说会台政策的部分 其实倒不一定 不是会台政策 是签除的协议 协议 埃克法是其中之一 对对对 他事实上要做缩减 有的已经实质没有执行了嘛 比如说 那个 那个双方的那个司法互助 有些已经实质停止了嘛 那只是说他是不是要 介入一些比较经贸的协议 这个就是大家刚刚讲的 那当然另外还有就是会台 有一些项目 那采购要不要减少 事实上有一些公司在台湾 采购金额也是蛮大的 他也不一定要处理到协议 因为那个 那个太伤本了 那个伤筋动骨了 可是会台光是采购的减少 那冲击就很大了 确实 另外一位大陆的社台一个学者 金灿荣他讲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中国大陆方面是触筒 台湾比较偏向极毒 美国这段时间就猛打台湾牌 如果他认为 如果美国打台湾牌打得过分的话 他认为2020 就应该很可能会有军事冲突 发生的可能性 那我请教嘉代老师 目前你看到现阶段的 包括了66架F16V卖台湾 包括了这个很多周程导弹的关键技术 可能美方会提供 这样做法美方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过分 我觉得美国对于台湾牌 在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很超过了 超过 超过 因为 那真的明年会有冲突吗 我们担心 我说实在话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希望发生 可是我觉得人类的悲剧 常常就是一瞬间 也就是说决策者在一个理念之间 或是安全情势的判断发生误差 或者是他考虑到 例如说选举的利益大于 其他的利益的时候铤而走险 我觉得常常的悲剧就是这样 就突然间发生了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一旦发生的时候 以我判断 解放军的一个态度 就不会是823炮战 好像就是打完以后维持现状 我觉得一打就要 两岸之间如果再有战争 应该就不会有维持现状 不会 我觉得就是要统一了 那就无力统一的问题 其实我补充一下 一般 应该是1月11之后到520 因为他一定要有一个施压动作 那要逼死那个520出现一个什么东西 演说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最危险的这段反而是 1月11 投完票到520之间 应该是这样 不过其实他好像是有点吹牛 说几个小时 美军在东亚 所有的军事经历都会被摧毁 对 这个讲过头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聊其他的话题 香港的排送中活动 很多陆续零星的 还是有不断的在上演 包括了最新的就是要 号召大型挤兑 但是这效果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不过觉得时间点 香港还没有完全的社会恢复平静的时候 美方想要派两艘军舰去访问香港 但遭到了中方的拒绝 我想请问一下老大 这时间香港本来就还是没有非常的稳定 那美方又要派军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你这时候派军舰来什么意思 无孔不乱嘛 还有第一个现在他两个航空母舰 一个在南海一个在东海 这两个航空母舰 那现在也传说 两个香港一出事航空母舰会过去 你过去干嘛 但是中国的领土啊 他会让你进去吗 第二个 撤侨 你撤侨 所以他现在在造谣 军队要过来 军队过来还可以撤侨 因为战争了 而且国际战争 所以川普的推特之前才转贴那些影片当中 对 其实但是 但是中国可以告诉你 中国大陆 他们自己在受训讲过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吃亏 就是国际法搞不懂 所以他想把国际法搞得非常清楚 所以什么叫一国两制 什么叫你出声问题 根据条例 我要过来 那我要过来要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 整个台湾海峡 两岸 这个海征 就海上这个征防 现在是有 但是你再仔细看 那也是那个 大陆的征防 大陆除了第一岛链 以外都是4000吨以上的 可是他在这个海峡 这两艘船在征防 他派的都是 他派的这个两艘 就是一个是 就是这个054跟053H 他是2000到3000吨 有的时候他甚至只派056跟056A 就1400吨 那我们台湾就更可爱了 我们台湾派的是 井江鸡巡船600吨 还有要不然就是光华6号200吨 你200吨600吨这几个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们在这个征防 我就觉得看看 我写个打核式大家放心 海峡两岸都海征 就是海峡征防 海征 台湾哪里敢叫征的 台湾哪里敢跟他玩征的 所以两边舰艇一对阵 就像诸如对巨人 我就你200吨对上 对上1400吨的 你是不是诸如跟巨人 但是大陆也没有真正跟你那个 大陆他也是只派那个 他没有派一个很大 但通常都有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主权宣誓的意思 是 两方的台海 台海两岸之间的海军在海面上 但我刚刚的问题是 美方挑着实际的人说我那个 他就是挑着这个 他把这个东西唯恐天下不乱嘛 对美国来讲 你中国内部发生任何 他就什么 风云中他身材嘛 是非中他得利嘛 他在外面会制造这个 制造变化就算命了 命理学有一种人 他就是风云中身材 是非中得利的人 那美国他就是这个国家 他希望你啊 这个就是他有老大的味道 所以美国是有历史源源的 他历史源源就是这样子 两次大战 他唯恐天下 唯恐天下不乱 他不是战场 但是别人战场 他最后呢 他白哪里哪里赢 对 因为美国从二战一路 就是没有在本土台上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各位观众一个情形 不要看美国的航空母舰 美国航空母舰 低估它的功能 它就只有一个 就是个航母外交 就是宣誓的功能 但是实际作战的功能 我是蛮怀疑的 可是委员 这次中方拒绝的 这个美国军人来访 也没给什么理由 直接说就婉拒了 不需要理由 他的领土啊 我觉得美国也有实质的考虑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伊斯坦堡跟柏林 是世界三大情报中心嘛 那美国在香港 我看军情人员应该有上千人 那这群人如果发生 真的是所谓武警都进来 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这群人总要离开吧 所以这时间内美国军人去 那这群人又买不到机票怎么办 有这样的一个备案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SOP啦 我觉得他的外交系统那么大 千人的领事馆很大 那如果是SOP又召中方拒绝那怎么办 不啊这个就是中方跟你讲说 不会有事啦 你放心吧 哦 有透过管道人家不会是 应该是这样啦 香港是比较难逃啦 OK 他当初应该放到 他当初应该放到曼谷了 香港 就比较好跑 香港你只有到大度走 你其他地方没有 我朋友去澳门 机票还要等一天 真正受到训练的情报员 会有海路了 会搞到渔船搞到怎么走的 不过香港现在目前的整个状况 就我相信在于北京的 领导班子确实有些压力 因为北戴河会议之后 传出在会议当中 当然 没有任何的媒体 可以证实里面的人 到底讲了什么话 但是很多外面 出来的一些消息 跟媒体的专载的报道 就说习近平 其实在会议当中 的确承受蛮大的压力 关于处理香港的问题 那在会议之后 也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不用动用部队 但是要用严刑峻法 尽快的评乱寸土不让 那也下指令给中联办 说香港警队接下来 就基本上就是抓人 而且就判刑 这是目前处理的方式 老师 您来看 有人说这是八九民运之后 其实中共高层压力最大的一刻 没有啦 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那个都在胡吹 因为这些语言 都不是那个 中国大陆会用的语言 什么叫寸土不让 香港就是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 怎么会叫寸土不放 我觉得中国大陆 我很负责任讲 这非常负责任 中国大陆的中央病 对香港没有想象中压力那么大 没有 没有压力那么大 媒体做的 媒体做的啦 那是就跟我们台湾人一样 就把自己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我们台湾人就把认为 我们自己是世界中心 我们就一举一动 全世界都会高度关注 没有啦 谁关 香港人也把自己都过度膨胀 因为我倒认为 中国大陆现在在处理香港问题 他们要处理三块 因为通常大陆的 共产党处理问题的时候 他们善于应用借力使力 我觉得他们要处理三块地方在哪里 刚刚正亮讲到一个 香港是国际情报中心 这个国际情报中心 也就是说这些国际的情报员 尤其是美国 英国等 这些国际情报员 在香港做情报 做中国大陆的情报 却受到香港法律的保护 这个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当时英国撤走的时候 就是把你定这样一个法 然后在你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把你定这个法的时候 这个对于 所以香港的国际 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为所欲为 他们公然的 我看过很多支照片 他们是公然的指导 香港人怎么去造反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 我看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的副国豪记者 当时在群众当中 有人说他是混在群众当中 但当时他是不是因为要拍照 在群众当中 他本人才知道 但重点就是 他当时被发现是记者之后 就被 有被群众动手动脚 然后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那瞬间就变成大陆网民的英雄 然后把他当作一个指标 其实冰冻三指飞一日之海 因为有人说香港的问题是 基本上港人对于北极方面缺乏信任 而且这几年来不断的互相 一些资源上面的分配资源不均 还有港人自己本身 在过去就有一种感觉 比较高一点的优越感 所以现在呢 一次爆发 然后现在看到这样的状况 这个状况让他瞬间能够变成英雄 有人说就是因为反映出一个 现在普遍大陆好像比较 仇感爱国这种情绪是有出现的 老师您的观察 其实我们台湾人对香港人 也并不是那么喜欢 我们讲时代化了 因为香港人到台湾来读书的时候 他们的素质并不是非常好 香港本身的这个大学生 因为香港平均的 普遍的高等教育并不多 香港人受的高等教育的人数并不多 也就是说 其实香港人的素质并不是很高 不是形象中那样的高 因为香港是社会精英同志的体制 英国人当时在殖民香港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教育资源 集中在非常少的人身上 不愿意花钱 因为他是殖民地 所以不愿意花教育经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没有几个大学 800多万人 没有几个大学 所以他们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并不多 没有超过五成 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 差远 他们大概17了不到 那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高中毕业 甚至高中没有毕业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都是属于社会的下场的人 只是说因为他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们就认为他们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们讲英文的 他们应该高人一等 可是当中国大陆一直起来了以后 大陆的游客到香港的时候 他们的消费力比香港本地的人强太多了 他优位感受到伤害 就香港人优越感受到伤害 那个矛盾反差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香港人本来 他觉得他有优越感 可是当他实际上跟大陆人在比的时候 他的优越感一直在流失 一直在流失 而且快速的流失 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差的一个现象 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有一天他认为 大陆人确实比他们高级 这个时候香港人他才会 姿态才会放下来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这种矛盾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是他是在过渡起 香港人在从优越到开始感觉不对 我们已经输大陆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已经彻底输 大陆人比我们优越的时候 他才会反过来 其实这种情绪 你说台湾有没有 这个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这个当然你好比日本人跟中国人 在重新看待对方 不过香港是特别严重 因为香港他的资本主义的本质 是地产金融资本主义 那香港的人口大概748万 他的贫穷人口有133万人 这个在所有的先进社会都是最高的 然后他的吉尼系数也是 全世界第三名 前面两个都是非洲国家 所以他是一个很扭曲的社会结构 那岳先兄刚刚讲的 就是说事实上他的多数人 事实上并不是精英 而且事实上生活并不好过好了 不好过 那我举几个例子 董建华事实上有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那个时候说要发展那个数码港 大家记不记得 那那个时候董建华刚上来1997 如果他愿意做 真的去推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腾讯 那搞不好香港就电子或互联网就上来了 结果数码港搞到最后变成在发展地产 你知道吗 对还是地产 因为地产金融资本又进来了嘛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最近 林郑哥哥刚上台 那他就去找那个马化腾 说欸腾讯啊你可不可以来帮我 我们香港才要发展互联网 让年轻朋友可以有这样的就业 那马化腾就跟他讲说 我看香港不适合做这个吧 不是 他人力水平不高 那你去看喔 你去看香港的前10名的富人 就有钱人的排名啊 永远都是地产商啊 对都是地产商 那可是你去看深圳的排名 对 那前面都是那什么电子生产业啊 不然就是互联网 对不对 那就是 那个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经济上的一个翻转 差异性 我们回来等一下聊一下 现在北京方面已经把香港这次的运动 定调了吗 恐怖主义的苗头 我们回来聊 对于香港的示威啊 现在国务院的大陆方面的 国务院的港澳办做了一份声明说 因为不断的使用危险的工具 攻击警察 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暴力犯罪 出现了恐怖主义苗头 对于这样的暴力行径呢 要依法来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 所以老大基本上已经定义成为恐怖主义了 这是底线的吗 大陆 大陆都这个讲任何话 恐怖主义他就会说恐怖主义 对他前面有带一点那个话 就表示还在维持弹性 他第一次讲是恐怖主义的苗头 他第二次讲是近乎恐怖主义 就是你快要到了 你快要到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就是说李嘉诚呢 李嘉诚这个时候做了几个广告 是很有意思的 所有的报纸都那个 第一个他就讲 所以有人讲说 有人讲这个讲李嘉诚滑头 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 来跟我们看他正面 对 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这个政府看了都高兴 那你这个爱自由爱包容爱法 可能那个学生看了也高兴 所以他滑头两面讨好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滑头 这真正是促进了 双方都那个 所以他后来啊 他这个他这次他故意讲一个 狂台之瓜何堪再哉 这个是对两方都有用 因为这个为什么 这个在整个打药师来讲就是什么 在这是武则天的那个儿子 最有才华的儿子 他最后想摘瓜黄台下 瓜手指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 三摘由自可 摘绝报曼归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瓜呢 你摘第一个 可能你会让别的瓜真的更好 你再摘呢 这个瓜就稀少了 你摘第三个呢 他还勉强可以在一起 可是你整个摘光了 你就剩下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对学生讲也可以讲 你够了 你再下去就没有意思 那对政府也可以讲 你要成马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 所以我想这最后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借乎 借乎这个妥协跟强硬 中间的一个 要找一个平衡点 或者双方可以接受的交集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是 会是比较好一点 这也带到我刚刚前面一个问题 请三位来宾帮我举个拍 就是认为香港 这一次的撕裂之后 可不可以重新的融合 三位都认为是可以的 可以的 我想请教下委员 给大家看一个民调 要融合 三位来宾都觉得是 会往这方面发展 不过现在看起来 民众的一些民怨或民调的数字 是非常分歧的 对于林郑月娥的满意度 是历任最低 只有27.9% 认为香港的警方武力 用于过当 大于58% 就认为警方处理不当 那到底冲突应该责任归属 归给谁呢 港府应该要负71%的责任 示威者35 警方25 所以这个数字来讲 基本上都是认为港府的错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重组 他就要重建政府的公信力嘛 可是第一个就是 有多难啊 这个还是要按步骤来啦 比如说我举例 这个也有人说啦 说是港澳办有介入啦 所以香港警方最近做了一个改组嘛 他8月9号 本来是去年退休的那个刘叶成 就是他上次 在2015年有处理望角的动乱 那他是退休了又被回聘 他回来当警务处的副处长 那这个人是有人说他是霹雳警官啊 那果然他上任之后 港独克星什么 就好像就是 港警就开始变得比较强硬啦 那比较有策略啦 其实港警是很优秀的啦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林郑月娥 他这个像叶明称一样 举棋不定啊 不战不和 不熟什么也不死啊也不走啊 那就造成港警无所是从嘛 那现在大概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因为前一阵子是泛民啊 那到了那个女孩子伤眼睛 网路发动动员之后 坦白讲就没有指挥中心了啦 所以也不知道跟谁谈 他就到处都自己集结这样子啦 嗯 所以我是觉得 刘业诚来之后当 他是所谓行动的副处长 那就是处理 所有的那个警惡的安排的 嗯 我认为他应该会先把秩序给稳住嘛 嗯 那接下来才有究责问题嘛 比如说我们讲到元朗 有白衣黑衣的问题 嗯 那那个真相要不要调查 穩定究责釐清 一定是这样嘛 一定要先稳住嘛 嗯 稳住之后才有究责嘛 嗯 嗯 能不能查个真相 嗯 那如果说以现有的像财政处 那个派堂吃喔 那我觉得那个没有用 我有个问题想 进一步就叫委员 因为 所有的讯息面当中 你刚才讲到介入这两支 就让我勾起了这个新闻 香港大专生集会 这日期是在8月的16号 当中呢在中环集会的时候 除了有英美的国旗之外 嗯 这报纸的标题写 还有民进党的党旗 嗯 但自己身为一个记者媒体人啊 我看到这标题我就觉得 我会很想要去找 有没有任何的图片 没有找不到 是有民进党的党旗 出现在这会场当中 嗯 我在网络上是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 我找了半天我是没有看到 嗯 所以我想看到这个新闻 跟委员请教的就是 这个新闻 你觉得正式是如何 如果不是真的有党旗在那边 而被写出来 是不是有 操作的痕迹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背后意义就是要 扯说民进党有介入嘛 那 他们之前事实上都来拜访过台湾啊 也来上过我们这个节目 那很久了啦 因为从战中 一直到现在几年啊 从2014到现在已经多少年啊 五年 所以太阳花他也来过台湾 嗯 那也拜访过民进党的一些单位 那私底下大家也都聚会过 都有啦 嗯 那他会不会拿党旗回去当纪念品 那我怎么知道 你说有 就算有党旗也不意外 不意外啊 那不是来自于民进党 他要搞一个党旗很简单 都不是啦 因为我跟你讲 最近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去香港 可是大部分都是在做调查啦 嗯 都是想要知道香港到底怎么回事 嗯 嗯 因为到这种节骨眼啊 坦白讲他们大概都已经了解 状况 嗯 他们最近主要对象是针对美国嘛 说你美国你不要乱动 那不然接下来秩序会失控 那你认为对安有意思的是要 譬如像这样的讯息出来 是要把一些责任归属就 认为 不管是美方或是台湾 有介入 这样的操作吗 因为对方的媒体写说 呃 包括你看 嗯 我知道了 民进党就博取选举的利益 我这个社论我当然看到了 会连任铺路 或者是污名化一国两制 不这个话他也不是第一次讲啊 他每次都在都要骂我们啊 你们也的确有这个 也有 可是我的意思说他因为 你们也有这个心态 他现在要稳住嘛 嗯 所以他就要把比如说董建华 就提到美国跟台湾有高度介入 嗯 那他现在把这个因素排除嘛 嗯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 不够客观 不是 因为香港一开始 反送中的时候 那蔡英文就直接讲说 呃我们反对一国两制 那只有嘴巴嘛 但是问题就在于 蔡英文是有意的把一国两制 跟香港的反送中把它连结 然后逼着这个郭台铭跟韩国瑜等 他们正在国民党的初选的时候 就说那给我表态 你要给我表态 所以韩国瑜才会讲 of my dead body 所以我绝对反对一国两制 其实香港 郭台铭也跳出来说 其实香港是要维护一国两制 所以 他们是怕变成一致 但是问题就在于 蔡英文把这个 反送中跟一国两制 挂在一起 然后逼得 变成韩国瑜也反 也反一国两制了 郭台铭也反一国两制 我们台湾反一国两制 所以 跟香港人 现在反对一国两制被扭曲 这是两件事 我们是 我们问题是在于 民进党是反一国还是反两制 民进党当然是反对一国啊 所以民进党要独立建国嘛 但是国民党怎么可以反一国呢 本来是韩国瑜自己的问题 因为九二共事 不是就是一中各表吗 来我们看这个中文有最新的消息 就是蔡总统 他要去台中 去台中呢 话题主题 还是主权 是 所以我请教老师 有人说基本上 香港这样问题继续演变下去的话 就恭喜蔡英文继续连任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你觉得难说 你刚给大家的民调是在8月1号到6号 那是在香港所做的民调 可是现在16号了 局势在转变了 为什么 因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说 这已经变成报名了 我觉得态度在转变 所以蔡总统这样持续操作雇主权 你觉得效率会降低 我觉得会反过来 会过头 会反过来 会整个反过来 也就是说如果国际社会都觉得说 你香港你们这群人是报名的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优质的 香港的领导人 我讲是学运喔 这些年轻人 而被国际间开始界定 因为当时川普第一时间界定是报名 他是暴动 对啦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就是说这是一个暴动 那如果说 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的国家 也影响到他的国家利益 例如说香港再乱下去 他的金融秩序 开始受到一点影响的时候 英国人可能开始考虑说 我是Johnson 我开始考虑影响到我英国利益了 美国人觉得我影响利益更大了 然后可能德国法国都觉得影响我的利益 他都透过他的国家宣传口 例如说德国人可能透过德国之身 法国人透过法国国际广播公司 他们开始定调 他开始改转变过来 也就是说这是暴民运动 暴动 这个时候全国际间舆论一转变 香港的这些暴动者 他的立场站不住脚的时候 香港人 因为香港人还是重视法治啊 香港的民族重视法治 一反过来的时候 大家 国民党一反手操作 你蔡英文支持暴动 国民党现在有任何操作吗 没有 笨 你无法理解的 笨 有话语权吗 这个我要回应一下 我们也希望香港稳定 你 因为我们有上兆的资产在银行 在香港 你们是民进党还是 我们是执政党 我们是执政党 中华民国 台湾的金融机构 有上兆的资产在香港 我们怎么可能希望他乱呢 对不对 我们只是说 透过这个议题来说 一国两制你看香港会变职嘛 所以一国两制确实 确实是 可以检验 你们是希望他有乱象 给你造成优势 但是不希望他乱跟 我们希望能够人到处理 对对对 然后给 但是你们那个 你们高雄那个 时代力量 我近往前只要简短来 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刚刚老师说 现在这个操作的部分 国民党呢 目前就是笨 笨 没有操作 而且完全丧失在反送中 当中的话语圈 对 就像小英总统的民调 一直往上走 那 习伟委员也是民进党的文胆 对 你有没有什么话语圈的部分 可以建议你的 有党 国民党 我干嘛建议国民党 你觉得他们现在酒精走不出来吗 反正就笨到底啊 就笨到底啊 好 我酒精片干嘛 拿回来 还有点时间的篇幅 如果我们来聊一下美中贸易战 因为又是峰回路转 川普呢 对于9月1号 分两批缓针 表面说法 大家都知道 川普就蛮诚实的就是因为 圣诞节的采购季 还有当然美国自己国内企业的一些压力 但为他请教下委员 你有没有看出我们没有看到的 我觉得 我的感觉啦 我觉得川普在香港还有贸易战 两个战场都在撤退 撤退 他都在撤退 比如说华春莹他把话讲得很硬嘛 祝你美国不要介入 那美国领事馆有官员也被拍照嘛 那当然有些人微博上大做特作啦 比如登他的照片啊等等 那美国也知道他被盯上 那他也怕香港乱 所以他基本上大概就到此为止 那贸易战也是嘛 因为他就发现如果3000一加10% 他圣诞节就完蛋啦 那圣诞节如果完蛋他明年怎么选呢 所以他也在撤退 那他也知道北京 一时之间没有方案跟你谈啦 所以也不会是好的协议 那不如就这样吧 就先在后证 因为川普这个理由根本不叫理由 圣诞节的日期每一年都在12月25号 他之前宣布的时候就知道圣诞节 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所以现在做了一个这样的说法呢 基本上不成理由 如果看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美国自己的很多 他们的台话星期节目就这样说 你让北京更吃定你了 大概就这样子了吧 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就推断了出来 原因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500亿效果最大 压力最大 杀伤力最大 因为第一个500亿是精挑细选的 也就是说对美国几乎是伤害最小的 所以他挑的都是对中国大陆伤害最大的 那是第一个500亿 但是问题就在于一年以后 中国大陆适应过来了 然后第二个1500亿的时候 就第二个就1500亿的时候 其实他烧伤力已经对减了 经济学家很早就已经提醒了 对美国就有伤了 对 对美国已经开始伤了 然后很多经济学家早就说 这个关税啊 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心理 只要承受过去以后就适应了 好 这个3000亿为什么 我个人让我川普根本刻不下去 12月15也刻不下去 原因很简单 这个后面的3000亿啊 就包括了苹果 包括了美国的厂商 包括了日本的厂商 包括欧美的厂商 手机 笔电 游戏 主机 电脑 显示器 都是欧美 日的厂商 尤其是美国的厂商最多 所以他原来是挑出来的 所以他3000亿是自伤了 大陆伤不大了 因为那是美国的厂商在中国大陆 好 那我就问啊 那如果川普一刻 刻以后 中国大陆就说你自己去吸收 问题就在于你说 他的厂商牵走 越南就是一个下场嘛 当他牵到越南去的时候 他的出口一升高 大量增加 大量增加 他都对越南客关税 我们台湾也是大量增加 钢铝就是这样嘛 他都对你客关税 如果说签到台湾来 他都对台湾客关税 签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客关税 你那些厂商哪有可能 这样移来移去 所以这些厂商就最后 他就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 要不就是给美国政府施断压力 要不就是去想办法适应 这个新的关税 而且是美国政府 给他自己的新关税 所以他们一定想方 设法要把川普换掉 另外一个观察指标了 如果前提是 现在北京已经吃了定性丸 之前美国对于华为的限制令 可以90天的宽松期 到8月18号到期 就刚刚这周末过来就到了 那这部会怎么走呢 会继续延长吗 还是就 我老爷爷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川普他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经济复苏期可能快要结束了 我们知道第一次经济复苏期 1961到69是8年10个月 第二次1991到2001是10年 现在到现在已经是10年2个月了 所以根据这个 全国商业经济学会做的预测 中间52%是认为就是明年以前会会那个 那这个时候他大选是11月2号 我们第一个礼拜二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考虑 他的字他没讲到 他要讲到 所以我是跟他讲就是什么 经济复苏将终了 明年选前会不妙 若把中国给惹老 川普连任难看好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认为华为可能还会继续收马 我觉得他就会 还记得两个礼拜前 我们讲说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yes还是no 我是拿两个牌子 又yes又no 我说为什么 他现在是yes 可能过一下他就变no 对不对 我以为你怎么看华为这事情 两天之后 我觉得华为已经被他标签化了 对 他要退难度真的比较大 因为那个有政治意识形态在 对 而且华为还有超级电脑 你知道对 海康卫视 那东东列为他要进 那华为解的那些 通过是不是还够好 事实上没有比 那如果被他标签化 他就必须要 接下来有进步的处理 司法也是有他走的实验程序 那你讲的就是